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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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来其实只是要做一个纯的灰水泥的花器 但是因为这个盒子呢 就是我下面那个沙跟水泥把它放到盒子里面 然后没有搅拌清楚 结果后来它就失败了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 另外一个纸盒把这个白水泥放进去 所以它就会变成这个的样子 但是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水泥盆的造型 其实也不用太制式化 会比较好看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 精气呢 把它这上面呢 做一个小的这个 彩绘的造型 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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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可以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哪个地方 变成我们比较想要看到的正面呢 OK 那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要搭配一个 就是这个是盆子里面 已经比较长的这个Rosemary 那又把它剪下来呢 叫做泡水 所以他已经有长的这个气根 那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来搭配我们的青苔 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话 OK 那我要搭配一点赤芋土 不然的话本来这个盆子做的比较浅 就是希望就是不需要再使用赤芋土 我们要把这个拆开 我们要搭配下一条 这绿帽子对象 我跟你说我们把这个拆开 这绿帽子都抓换来 如果把这个公典了 灰苔科的青苔把它放进来 我再次重申 如果你要做清水膜的盆子 我的发想是因为以前我做过淘液 淘气跟磁气的盆子 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比较闷热 所以我就大部分在前几年开始 都是使用水泥盆来做青苔盆的造景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方式 会让青苔不会产生水到过度的闷热 我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 我发现几位网友他们也都做得很好 他们贴了很多照片给我看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不错的话 你可以试验看看 淘气跟磁气的盆子 它的过度能忍 那三分的沙跟一份水泥 还要你在制作这个青苔的时候 一定要把青苔呢 如果是在外户外采集的话呢 就要先清洗干净 那下面的戒指当然就是要看 这个它本身土的含量多不多 最主要是要把那个 比较脏的部分呢 把它清洗掉 然后静置三天 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虫啊 蚂蚁啊那些窝啊 就把它或是 当然在路边有可能有一些动物的这个 嗯 像狗的尿啊 这些小虫子把它清洗掉 那还有一些马路可能会躲在里面 然后树叶 这些脏东西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很简单的这一盆 嗯 清胎的造景就把它做好了 那因为我在想就是说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 嗯 可能有一两天你没有看到 那我通常是在周末来发布 那如果你要看前面的影片 然后又不知道那个 你想要看的主题在哪一页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 嗯 资讯清单 那清单里面呢 会 那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分类 那或是说 从头到尾怎么制作一个 清胎的这个景观盆 那都会有一个 详细的这个分类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的问题 或是如何制作 在哪一个清单里面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清单 然后按照 嗯 日期或是它的 title 那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分类 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这个 位子咯 好 好 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旁边呢 留得比较粗糙 嗯 大家都知道哦 那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清胎呢 它就会往这个 嗯 盆面上来拔覆了 嗯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空间留给我们的清胎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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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很多新朋友的加入 还有您的问题 嗯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清胎盆的制作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只要你家里的这些盆器啦 或纸盒 牛奶盒 那都可以做一个像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水泥盆的制作 好 那如果你对于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发布影片 嗯 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把小铃铛按下去 有时候我们会在社群或是新的影片发布的时候 你就会接到通知咯 好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跟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OK 来做一个简单的清胎盆造景吧 拜拜 好 哦 哦 by bwd6